今天来吃五十分之一的五花肉 选取最嫩部位 切一块长2.5厘米宽两厘米的长方体 然后烧掉猪毛 再用棉签站错擦拭腌制 接着取出一次性钛合金无菌针菌 对准穴位快速扎下去 旋转深入底部 拨动针饼加强刺激后再旋转取出 然后根据穴位图再扎九处充分疏通筋脉 好了撒上盐揉搓腌制 每面涂抹均匀 采用左三圈右三圈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的方式按摩 充分吸收盐分后刷掉表面盐 接着拿来自制烟熏装置 打开盖子撕开脚布 把底座密封粘贴在案板上 然后把肉插在盖子上 用力锤打使针尖露出头 拿来松柏树枝所制烟绒 点燃一端 气沉丹田猛吹下充分燃烧 然后插在肉上面 盖上盖子 调节出风口至最大进气量 在松柏的香味中烟熏一千八百秒 让肉充分吸收香气 精确控制时间取出腊肉 擦去烟灰 最后高温消毒下刀具 接着把烟熏腊肉按零点五厘米厚度切四片 又到奢侈又优雅的环节了 在Romaine Lattice上摆上腊肉片 切取椒盐 发锅Wiz 好了 宝子们请与我一起享用吧 Mocker Barker